神农长百草详细故事 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农业先驱 被尊称为农耕文明的奠基者和中医药学的创始人 他传说中尝试过许多草药 以探索他们的药用价值 以下是关于神农长百草的详细故事 据传说神农是是远古时代的一位智慧而勇敢的君主 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病和生活 决心要寻找治疗疾病的草药 为人类带来健康和幸福 于是神农开始了他的探索之旅 他带着医疗用具和精心制备的药方 走遍了山山水水 探寻着各种植物的药用价值 他每天都会采集各种植物 回到宫中进行研究和尝试 在他的探索过程中 神农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植物 并仔细观察它们的特性和效果 有时他会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 忍受痛苦和危险 以求发现更多的药用植物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神农终于发现了许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草药 他发现了麻黄 人参 勺药 甘草等药材 并制成了各种药方 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和痛苦 神农的草药研究成果不仅治愈了许多疾病 还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为人类带来了健康和幸福 他的医术和贡献被人们广泛传送 成为了中医药学的奠基人和医药学界的典范 神农长百草的故事不仅是古代中国人对医药学的理解和探索 更是表达了人类对健康和生命的真实 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